0918强震之后 重灾区花莲县持续受到各界送暖 中国国民党党部还有海外菲律宾及旧金山分区成员 挂兴花莲灾情 29号特别到花莲县政府捐款台币150万元 用于灾后重建 县政府表示说所有的算款都会用在挣灾所需 也感谢中央核定的38亿元及台积电还有慈济 来协助整修受损的房舍 0918强震后 花莲县府全力协助5个受灾厢阵复建工程 中国国民党部及海外菲律宾与旧金山分支成员 挂兴花莲灾情 29日特别致县府捐款新台币150万元 用于0918灾后重建 由县长徐正卫代为受赠并回赠感谢状 并关切玉里镇河东地区的高辽玉墙 轮天三座大桥重建进入 县府表示已获中央核定17亿多元 轮天大桥供期预计18个月 另外两座桥区28个月重建 高辽轮天大桥下月将屁西底变道 供民众通行 12月1号开始 县长有特别去指示 建政处会开合体的变道部 用合体变道去做取代 花莲有一些状态是说 在训旗要特别管制 因为合体变道会因为下雨来 开条路会变得不安全 也要谢谢张艺华主委 在这个居中来帮忙 因为张艺华主委也担任过 花林县政府的社会处长 秘书长 所以他非常知道行政体系的难处 以及很多及时的需求 所以我要谢谢张艺华主委 坚持这个部分就直接捐到 花林县政府的社会处 我们的专户 让受灾户或者是让地震的这些 要在做附件的工作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有充足的裁员 以及充足的精源 能够及时到位的给予协助 所以要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谢谢大家 社会处表示 连同国民党捐出的150万元 至今收到善款1660万元 全数进入花林县重大灾害 民间证债捐款专户统筹运用 行政研考初处长如昆卢说明 玉里、复里、浊西三厢镇 受损监物共672栋 其中红单81栋 黄单105栋 白单486栋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和慈激基金会 协力修缮共550户 已完共404户 红黄单部分多数已完成拆除或修缮 记者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